做安利什么最重要 选团队最重要 很多人都知道 安利的价值财富自由 时间自由 中国大陆加入安利门槛低 只需要70元 办过安利卡的 多达几千万人 为什么安利成功的也很少 因为做安利的团队很多 很多人把安利做成了推销员 把自己家里 变成安利仓库这样的安利近人难 留下人才更难 但是这跟安利公司并没有关系 安利公司并没有规定 你要以怎样的方式 去从事这份事业 安利只是一个普通人实现梦想的机会 是一个工具 安利没有做起来 不能去怪安利这个工具 而是使用工具的人 用错了工具 所以选择怎样的老师 怎样的团队 怎样的方式 去从事安利事业 起着决定性作用 今天我们选择 安利世界第一的陈老师 连续20年50多个国家第一 却从没有一个安利顾客 真正的不卖货 不囤货的安利 老师把安利 做成了教育的事业 把每一个想要成功 不甘心的普通人 当成领导人去培养 把每一个人 培养成解决问题的高手 陈老师年近九旬 却与时俱进 一直身先世俗 工作在一线 在全世界有200多万的伙伴 他帮助了千千万万的伙伴 改变了家族命令 他是有着成功事实的老师 他的经验很简单 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可以去落地的简单方法 这样的安利 你想要来了解吗 得到哪一整个小学家 健康 我肯定中 给他来